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位练的都是我们很常见的武术 像少林拳 八卦拳 螳螂拳之类 而开国上将中还有一位 练的却是一种很少见 也很神奇的拳法 这位上将名叫李天佑 这种拳法名叫壮拳 李天佑是广西贵陵陵贵人 因为是个人节地灵的风水老地 在历史上名人辈出 光是壮拳就出了五个 近时更是多达三百多人 到了近代 还出了两位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李宗人 白崇喜 所谓壮拳 则是流行于广西的一种拳手 起源于秦汉时期 拳法粗犷标判 被长期用于广西狼兵 所以又趁军权 当年七季官看过 就在军队中普及过壮拳 关于李天佑学壮拳 还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 李天佑小时 后家里穷 经常吃不饱饭 有一次 他去外面讨来一个猪筒饭 刚要吃 就过来一个人 劈头散发 估计也是恶极的 想让李天佑分给他一口 李天佑心地善良 直接把猪筒饭都送给了他 这个人吃完后 说你是个恋武的材料 跟我学几招 保你将来在江湖上 不受人欺负 男孩子对恋武 都有一种天生的兴趣 李天佑就爱整个人为师 学习壮拳 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武术奇才 李天佑天生就喜欢打抱不平 现在有了功夫 更是有吃无痛 经常出手教训当地的地主恶少 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 只好逃了出去 参加了北伐军 后来又转到了红军的队伍 那年只有15岁 别看年纪小 李天佑仗着自己会壮权 再加上胆大心系 15岁就当上了特务连连长 专打应仗 1934年11月 红军长征铺为湘江 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的李天佑 面对国民党军三个师的围堵 操起一把汉阳刀 亮出刺刀 再捂着一把撞刀 虎虎生风 打到最后 撞刀都砍成卷了 李天佑浑身都被血浸透了 但没有一滴血是他自己的 和红武师作战的是贵军新戚军 白虫写还很奇怪 贵军装备这么好 怎么就拿不下叫花子一样的红武师 当知道红武师师长是他的小老乡李天佑时 白虫写说了一句 这个人我知道 壮权打得猛 脾气还大 这次算我倒霉 会武术的人都喜欢一武会友 红军到了延安后 去师友就问李天佑的大名 就来找他 想较量较量 李天佑也爽快地答应了 去师友的武功在我军也算是拔尖的 但跟李天佑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 却感慨地说 你的权太怪了 我找不到克制你的办法 1938年夏天 已是八路军115师343旅代理长的李天佑 认识了国民党军名将陈长杰 当时双方合作抗日 算得尚是朋友 李天佑就请陈长杰来吃饭 席间 李天佑突然对陈长杰说 听说陈军长会六合拳 咱俩切磋一下 陈长杰也久闻李天佑的大名 对他的壮权很忌惮 就推说自己还有要事在身 等以后有机会再切磋不迟 等到了平津战役时期 陈长杰已经是天津警备司令 而李天佑则是解放天津的西线总指挥 当年的战友 现在又成了队友 战前 陈长杰曾向副作义信誓旦旦的保证 请总司令放心 由我陈长杰在天津万无一失 结果 四野大军只用了29个小时 就成功破城 陈长杰也被生前活捉 李天佑让人把陈长杰请过来 说起了十年前那次比武切磋 陈长杰面红耳赤 低着头说 在李斯令面前 陈卯干拜下风 李天佑哈哈大笑 扬长而去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eshwong 15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